各位朋友 你們好 很久不見 過去九個月 我要照顧我媽媽的病 幸運患患了急性向下障礙症 比較罕有 這件事沒辦法 年紀大了 過去九個月很辛苦 現在開始投入工作 十月份才正式投入工作 今天特別錄這段影片 因為有一件事很好玩 大家現在都很熱烈地討論 無論是真還是假 就是Alien的外星 剛剛有個聽證會 你知道這些東西 我們從小學中學開始看 看了幾十年 很多朋友都看了幾十年 但很多都是流流的 很多都是假的 很多都是有既得利益者 或者是有些人 是專門去迷惑一些人 這件事絕對存在 因為有些人是為你試圖 用UFO 所以看這件事 就要很客觀 這麼多年都要很客觀 這件事 某位當作是博士 他說在秘魯的某個地方 就發現了兩具外星人的遺骸 還要用什麼高科技的東西 待會我們探討下去 這件事真是很好玩 所以我也要專門拍一條片 他認為這兩件事 就是肯定外星生物 據肯定 至於我本來的角度 關乎外星的東西 是不可以迷信的 因為你一迷信下去 什麼都是真 什麼都是真 即是被人Mine Control 其實Mine Control 是一件事很古老的事 但時至今日 都是作為一個社會的 或者是武器也好 或者是一個迷惑人心 方便別人去信服你 之類 外星生物到底是否存在 首先我很客觀地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人類的社會運作 不是說你有外星人就是外星人 不是靠一張圖就是外星人 是靠一條片就是外星人 我們人類社會運作 首先第一件很客觀的事 就是如果真是發現有外星人 不是一個國家的事 是全地球的事 原因是為什麼呢 如果它是真的話 就很大件事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國家安全部 就算它多落後都好 都有一個國家安全部 這件事是我們人類社會的架構 和運作的架構 當我們在自己的國家 或者自己的地區 如果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它是真的 而它又牽涉到整個地區 或者國家的東西 其實國家安全部就即時啟動了 就會將這一塊發現的東西 尤其是好像Ellium 這些那麼重要的東西 就必定會第一時間收歸國有 一定的 為什麼呢 第一 你未知道這塊東西 到底有沒有很強的致命病毒 或者有百多萬種的 我舉個例子 百多萬種的致命病毒 你未知 什麼都未知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生物的輻射 未知 甚至乎有一些UFO迷 通常都是說UFO是很高科技 這些科技到底是怎樣呢 所以當你一發現這個特殊的物體 其實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部 都必定會啟動 一啟動的時候 就將它收到Lap 就會用一些淡化的東西 即將它冷卻 一些可能是抽真空的狀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當你在地上發現一件事的時候 它即時面對空氣 水分 甚至乎陽光的展外線 諸如此類N那麼多種東西 是浮在空氣裡的東西 甚至乎當時它一挖開的時候 可能有些東西倒進去 不知道什麼礦物 就會即時污染它 最基本的就是氧化了它 例如冰馬蛹 所以當發現冰馬蛹的礦坑的時候 其實冰馬蛹即時氧化 諸如此類N那麼多東西 整個東西就變成了黑色 很恐怖 其實它原本是有顏色的 但當你一挖下去 即時接觸空氣 水分 諸如此類N那麼多物質的時候 它就會起化學反應 這個反應是真實存在的 好了 我們就開始說 它發現的Alien 就由此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這個真的是Alien 其實它在秘魯發現 秘魯的軍隊一定會出動 如果它是真的 就一定收歸秘魯的國友 不論你是美國人 還是你 因為它在秘魯發現 第一時間就會收歸國友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狀態 因為它要去研究它的Lab 才行 接下來就是最奇怪的一件事 這個東西沒有變黑色 好像兵馬蛹那樣 好像漂白翻 找些泥掃它 或者輕輕地掃了那層氧化 那層皮去 就很奇怪的東西 因為如果它真的變黑色的話 這塊東西就不會那麼… 整塊東西是那麼完整地漂白了 雖然這張圖是under了一點點 我特地將它tune down 少許去看它的細部 那就沒有理由這麼平均 因為當它這塊東西是完全立體地 或者是完全蓋化地 或者是完全石化地的時候 它基本上有不同的物質在 就是一個生物有不同的物質在 沒有理由是這麼平均的 這是一個破綻來的 我認為是 除非你整塊東西再做過 甚至乎是人為 好了 接下來就講一講 它發現地點 它發現地點 其實來來去去都在那裡 就是亞馬遜森林下部的安帝斯山脈 安帝斯山脈 其實就是秘魯和智利的分界線 因為它連綿了整個垂直 差不多扭扭曲曲向下 就分界了兩個國家 很多人都沒有去過安帝斯山脈 小弟有幸去過一次這麼大把 但當年是去亞邱比邱 其實去到亞邱比邱 即馬邱比邱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神化了 基本上 就不是很多人所說的 就是外星人 因為切身處地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神化了 其實馬邱比邱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印加帝國之類 它建國的時候 一直都在 公元前二千年都在 其實那個地方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曾幾何時用過一個軍事哨站 即是你知古老是用一枝矛 石矛來作戰 它是做過一個軍事哨站 有軍事哨站自然有人住在那裡 接著就做過類似監獄 即是有些人犯了罪 就推它上去 當是一個監獄 那裡的確是很偏遠 也算是高原 這樣就走不掉 這個就是題外話 即是這個 買優比優 這個就遲些再說 現在說回這個 不要離題太遠 那麼 這塊東西 首先我們用真的角度去 否釋它 因為你都不知道它是真是假的 因為那個發現者 都沒有說它是假的 我們先當它 真的我們就要去看很多東西 首先我們先看看頭 因為頭通常UFO的愛好者 他們現在叫UAP 不明飛行物體業會 它是改了名 不要管它 UFO的人 即是外星人 這個外星人的樣子 是不是外星人的樣子 是否像我們 骨落的樣子就是外星人 我自己的見解就是 I don't think so 因為外星人 這是一個觀念問題 不像我們的樣子就是外星人 譬如一隻蟻 你看到一隻螳螂 螳螂就未必吃隻蟻 當然 但是一隻蟻 看到螳螂的時候 如果視線良好的話 一隻蟻是否認為 那個螳螂是外星人 是嗎 同一樣的道理 外星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可以是一隻蟻的 可以是螳螂看到一隻蟻 就認為它是外星蟻 都可以 這是一個觀念問題 並不是一個現實問題 因為如果是現實問題 一早就確定了 外星人在地球搞了什麼 就不用斷古 很多圖都是你見到 很多圖片 全部都蒙茶茶 因為這件事出現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都說 就把戰機拍到 有一塊東西在海面飛 然後又有機師作證 其實這些是很愚蠻的 站在科學角度上很愚蠻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戰機 甚至乎軍用的間諜機 如果要拍一塊東西 用它的熱感相機也好 或者現實相機也好 因為通常熱感相機 隔壁一定有一部實色的RGB相機 如果是軍用間諜機去拍攝的話 全部影像是很銳利的 並不是衛星影像 好像弄到它亂的 其實現在的衛星 告訴你 是非常之超清的 間諜的衛星影下來地球 甚至乎你的車牌都無所頓形 是你走不掉的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做 重組技術 即是它拍下來的時候 它不斷透過不同的東西 例如AI 其實AI是軍事用品 現在是下放在我們人類開始使用 它不斷重組它看到的影像 所以在衛星上拍下來 連你的車牌都可以看到 這件事其實在軍事上 一早出現了很久 在衛星上 都可以拍到 整百光年以前的東西 整百光年是多遠 就是我們現在叫八大行星 其實我們有九個行星 是超越了我們的太陽系 以外的樹太陽系 應該這樣說 樹的宇宙系 另外一個宇宙系 這些東西在軍事上已經全存在 所以很多東西 我覺得有些人是 專門導人迷信 就是這件真這件假 因為它分分鐘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因為有利益人的天性 便會做任何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果真是有外星人 如果確定到的話 其實便沒話可說 所以說到無鄰兩航是最好的 好了 這又是炒了話題 不好意思 先說回這件事 如果它是外星人 首先 第一件事 它到底是否人的樣子 真是人的樣子 看清楚一點 它都是用一個以人法 文化裏叫以人法 總之是像人的樣子 就是外星人 但其實地球上有很多生物 有很多生物都是像我們人的樣子 例如一些很小的圓 尾後圓 都很小的 都是像我們人的樣子 好 首先 先當它是外星人 先當它是外星人 首先我們先分析 嘴唇 大家看到 真是像我們人的嘴 不過 要搞清楚一件事 如果它是有機物 我們人類是有機物 有機物 其實當死了之後 它就會溶解 接著被其他礦物侵蝕 就會沒有了我們的肌肉組織 沒有了 所以我們人類死了之後 剩下的骷髏頭 你會看到 嘴唇其實是不存在的 有些肌肉會腐化 即溶解了 剩下的鱷骨 甚至乎有些牙骨 會黏著牙 剩下的牙 然後鼻的位置 因為鼻是軟組織 即是軟骨 它一樣會腐化得很快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人類的肌肉組織 會只有眼窩穿窿 即是只有眼窩 沒有眼珠 鼻就會失去鼻樑 只剩下一個三角形 就穿窿 下巴只剩下一個臟骨 接著有一個上骨 這是因為我們頭骨的架構 是這樣的 Alien 為何有個嘴會凸出來 這個嘴如果凸出來 即是如果它有機密 如果它有機密 接著下去就會說 另一件事 如果它有機密 正常的嘴是不會凸出來的 即是 剛才說了它會溶解 即腐化了 是不存在的 如果它凸出來 有個嘴有個洞 如果它有機密的話 就應該是骨 它會是否有個洞 然後是眼部 眼部 就是這樣 一個突起 即是一個生的人突起 有眼皮 眼袋 這樣去保存著眼部 但剛才提及了 如果我們是有機物 死了之後 其實我們只有一個洞 但這裡很明顯 有個當它是眼窩的東西 中間有一條線就當它是眼珠 當它是眼珠 即是說這個也是骨 鼻子很完整 看得到很完整 即是說這塊也是骨 然後包著上面凸出來 凸出來有尖尖 正常這塊也是骨 好了 這裡有一點點關心 我們人類做物主 做我們人類出來 甚至圓人也好 或者是其他生物也好 它也是專程做眼睛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是專程盡量做到 眼睛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譬如我們人類 我們的眼珠 譬如我們看出去外面 我們眼珠一轉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旁邊的位置 雖然是蒙一點點 雖然是蒙一點點 因為我們眼珠是一個聚焦物體 但還是看到旁邊蒙一點點 我們的視覺是很闊的 好 Alien 很奇怪 為何外星人是專程要做一個框 是否一個保護作用 是保護著它不會撞到眼睛 不會撞到鼻子 是否這樣 因為我們的頭骨 這個牙骨凸出來的位置 微骨這些東西 其實作用 可能是以前 有條竹梳出來也未定 這些不敢肯定 因為宇宙是磨限的 這個位置 有些生物是用來探測闊度 即頭過到的闊度 甚至身體過到的闊度 例如貓在鼻子面有竹梳 例如某些獨角蟲 甲蟲之類 它都有舊物在 去測量身體是否過到的地方 這是生物對一個闊度 即是三回空間是一個闊度的探測器 我們人的眉骨可能是退化了 但其中一個作用 都是用來保護眼睛 以防萬一 因為它凸出來一點 以防萬一平面撞到東西時 始終撞到眉骨 才會到眼睛 即眼睛凸出來 這是人類的結構 可能是其中一種功用 它這個框是否這樣 即撞下去的時候 就先撞到一個框 在這裏有個問題出現 如果它撞到一個框 這個眼骨 即是藏起眼櫃的眼骨 作用又是甚麼呢 那就變成沒甚麼作用 這個框是否用來遮御 這樣就很奇怪 一個這麼高智慧的外星生物 如果它是很高智慧的外星生物 除非它是很蠢的外星生物 這個世界又可能存在 那麼它是否設計得那麼雙重 又那麼失敗 真是很奇怪 因為這塊在這裏的時候 這個眼窩 這個骨 其實已經是失敗地敗 原本 因為它看東西的時候 只能看一條線 我們眼珠看上的時候 是看得很遼闊 其實我們的眼珠在這裏 是接近180度的東西 其實是看得很曬 上下左右 它就特意做些屏障出來 就是只有條線 眼珠在條線裏面移來移去 但看上面又看不到東西 因為看到自己眼那塊骨 然後上面再做多東西 遮住 視線便很窄 即是一個這麼高科技的物種 就沒理由設計得那麼失敗 即是它隨時這麼高科技的時候 其實它都可以改變它自己的構造 即是沒有理由 那個設計是失敗到這樣 除非它是不需要用眼去看東西 這個也是未證實的東西 如果它不需要用眼看東西 當然現在這樣是沒問題 但如果要用眼看東西的時候 就有很多缺陷 以我們人類的角度 它就不是一個很高智慧的生物 或者這樣變成一個 就是對外星人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低智慧 低進化的物種 可能這樣變成一個證據 反過來 所以這件事真的很好玩 很好看 其實因為在整個世界都這麼混亂的時候 有件事出來是讓我們歡樂一下 而且可以集中在一起 大家去研究、溝通 或者大家一起品嘗、品評 你說沒有正呢 我們繼續說鼻的位置 我們人的鼻孔 說鼻孔 其實是有一定的功用 鼻孔我們不是小的 以我們的體格、肺部 即肺部的體積 其實我們的鼻孔不是小的 當我們的肺要吸氣的時候 肺的肌肉就會自動擴張 一擴張的時候 我們就會吸氣 接著有個保險 就是我們的嘴是第二吸氣 即萬一鼻孔塞了 都可以用口呼氣 我們鼻孔的結構是很複雜的 例如我們有些鼻毛 為了吸入層 其實它是隔層網 接著鼻孔時 它有些黏液 黏著一些比較大層 或微生物之類 接著到鼻孔時 又會有大量的黏液 會黏著某些東西 或是做某些東西 接著透過一些分泌 排了它 然後下一個位置 甚至乎我們刮傷風 大家都試過刮痰 其實功用是很複雜的 因為我們的鼻 它很明顯 鼻孔很小 如果用鼻孔時 肺在哪裏呢 肺在哪裏呢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肺到底是 就這樣吸入頭部 還是它一樣跟我們這裏 有個喉管 一直下來這裏有個肺 這個是不是肺 這個真是很複雜 因為發現者也沒有說有個肺 原來有鼻孔而沒有肺 那肺孔是用來做甚麼 肺部在哪裏呢 你看看 整個位置是不構成肺部 因為全部都是骨 你見到 肺到底去了哪裏呢 原本這裏長大了一塊東西 即是原本這裏有機物 是長大了一個沒有保護的肺 原來它是像青蛙般 這樣吸氣 整個位置原來是漲起的 好像青蛙般 因為它死了 有機物就溶解了 剩下一塊骨 給你看 原來還有肺是沒有保護的 好像青蛙那些 是消失了的 發現者是沒有說 科學家更加不敢說 因為說出來是要有證據 現在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解釋不了 因為肺部在哪裏 不知道 我現在就當它是一個青蛙 整個肚子 整個前面是膨脹 要是在背部膨脹 我當這是前面 在背部膨脹 原來它是這樣吸氣下去 然後肺細胞吸氧 供應它有機物的身體 當成這樣 但都很牽強 現在一直下去 然後咀嚼 第二功能 萬一鼻子濕了 便用咀嚼去 是嗎 但咀嚼是無緣無故 仍然在這裏 即是一塊骨 一塊骨 好 一塊骨 接著管道是否這樣下來 這樣過回來 還是直接進去後面 頭那裏是一個肺 現在真的無從稽考 因為這個要找真正的軍醫 軍醫部的專家去監證 因為它的頭後面 現在它就說腦沒有了 但有個腦腔在這裏 那是古的 因為現在專家都不敢說 那是否腦 即是後面這塊是否腦 現在只不過像言文治 就說它後面似是腦 因為外星人 一直以後的觀念是長的 就是腦 它現在就當是腦 但是這個鼻 這個口如果鼻是有功用的時候 吸到哪裏 現在解釋不了 我現在也有可能 你都可以當它吸到後面 就當是肺 因為現在還未證實它是腦 它只說是腦 它又未發現一個腦組織的東西 所以我都可以當它是肺 因為下面這裏是不成蠟 除非你是一個青蛙 即是很奇怪的東西 好 整個頭的功用就古古怪怪 已經不是很正常 簡直就是離譜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Alien就離譜了 是一萬年以上 因為我們人類的記載 去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我們已經懂得用石 即是我們的智慧 已經是 好像現代人的人樣出來 當然當時的毛髮 未必進化到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好像沒有了 可能還剩下一點毛髮 但是智慧已經是去到用石 是吧 接著已經是去到生火 很多東西 其實在當時的社會 已經存在了 但是這個就奇怪了 這個就奇怪了 等一等 這裡有個對話框出來了 我先移開它 我先移開它 這裡就很奇怪了 這個 很多缺點的進化 就是 真是比我們 在新石器時代 真是很落後 變成了 不知道說什麼就好了 這個交給真正的生物學家 即是我班門農府 總之就是 感覺上就很落後 很落後 接著它這個頭形的設計 這個頭形的設計 其實在我們人類裏面 就很多的問題出現了 尤其是我們的遺傳病 又或者我們進化的病 就很多東西 就是我們人類 始終都是有機生物 就很不幸 其中一種就是常見的 就是大頭症 大頭症 即是頭很大 都可以做到頭的後面是這樣的 因為頭骨變形 就會向後墮 通常這些都是由出生開始 就知道它出事 尤其是有些很不幸 就是去到發育時期 有些是十九歲、十歲 開始發育時 它才會出現這個症狀 這是我們人類裏面的其中一個遺傳病 或者是進化病 當它是 我不等照片出來 因為那些圖看了不太好 以及不尊重這些小孩子 我就不等出來 大家如果想知道 這個大頭症是怎樣 其實現在互聯網這麼發達 就在Google或網上打大頭症 就出了很多照片 出了很多症 即是發病症的小朋友 那個樣子出來了 這件事是很不幸的 在古代有沒有 一定有 因為這是進化的病 或DNA的病 如果它是保持到這樣的話 在科學的角度 就應該它都是大頭症 我們要知道 如果它真是大頭症 又或者是有些畸形的情況 那麼不幸的情況 在舊社會的時代 尤其是秘魯 它發現的位置 它說的發現的位置 安帝斯丹麥的位置 它就在南美對上大約一半左右的地方 這個位置以前是印加帝國的管轄地方 上面是亞馬帝國 即是亞馬文化帝國 亦是被人神話化 那個亞馬客 這個印加帝國其實是極度強大 因為它亦是最後消失的南美洲國家 其實它消失不是太久前 幾百年前 就是被西班牙帶點天花病毒過去 就剿滅了大部份人 尤其是他們所謂的軍隊 因為當時的軍隊只用矛 用石 連鐵都未適用 未必有 因為它很落後 還要是在一四幾年到一五幾年之間發生的事 這件事在歐洲的西班牙人 即是哥倫布時期 其實已經是很繁盛 他們用的 就已經可以去到遠距離攻擊的武器 這也是之後才說 因為一說到這些東西 又是離題得太遠了 在這個古代裏面 如果它真的出現大頭症 這就大件事了 原因是在舊社會 尤其是在印加這些 這麼落後暴落形式的舊社會裏面 如果出現這些畸形的人 他就會將他以為是魔鬼 因為神是什麼呢 就是太陽 河流 甚至樹林 那些就是封為神 總之適合口味的就是神 古古怪怪的 他就將它奉為魔鬼 尤其是 這個所謂出土的外征人 其實只有60gm 即全長60gm 全高 60gm很少 等於我們1.8米高的人 就等於三分一個 是吧 像我這樣 175gm差一點點 那就半個 就是這麼簡單 半個都沒有 半個都沒有 即是三分一又多一點 是吧 是的 是的 那 你想想 這些這麼小的東西 在當時 如果發現他有大頭症的話 是吧 就會將他變成魔鬼 在舊社會是很殘忍的 這件事 如果將他變成魔鬼的降臨者的話 即是那個觀念 就會將這些小孩 首先想辦法去寺廟那裏 好像超渡 因為舊社會都是這樣 去寺廟那裏向神超渡 其實就是可能向太陽神超渡 他們認為的河川神超渡 然後 辟邪 如果這些小孩都不好 他們部落的村長之類 就要認定他肯定是魔鬼 很殘忍 肯定將他多數變成木乃伊活濟 為甚麼 因為那時全部都是農系社會 以前最害怕的就是有瘟疫 有天災 令到他們 其實都是一個很沒有科學的東西 就會令到他們的農作物 或者是生存受到威脅 所以要殘免魔鬼 通常都是這一種學說 這樣的時候 這些小孩通常都會拿去活濟 活濟的時候 通常會逼他們喝一些 古代的毒藥 只是麻醉藥的東西 但其實是毒藥 接著就用一些很厚的布 或者很厚的樹皮 諸如此類的東西 就將它包住來活濟 所以就會出了古靈精怪 在這些落後區域 尤其是印加 其實就是亞馬遜森林 整個南美洲的東西 比較落後思維的東西 就會發現很多都是包住的 小小的木乃伊 其實這東西 有機會都是關乎他們 因為部落是近親繁殖的 你知道我們現代說 近親繁殖多數會有些遺傳病 有時你都知道 有些小孩很不幸 你都看到他是不同正常人 樣子都是古古怪怪的 這些是很不幸的東西 但在古代社會 認為這些是魔鬼 很可怕 所以就會多數將它活濟 所以在這個區域特別多發現 這些木乃伊 甚至乎有些是蓋化的東西 還未到石化 未至於去到這個所謂發現者 說去到木乃伊石化之類 因為很多人都誤解了 因為石化是要很苛刻的條件 它才可以石化 大家可以上網查查 石化的過程 或者石化的年齡 並不是它現在所說的 無緣無故去到石化 不是這樣 木乃伊亦不是這樣 它有機會去到蓋化 最多 因為它有機物 給一個有機的生物 它死了之後 埋在泥土裡 它會被不同的礦物 侵蝕原本的有機物 之後就變成一個礦物質 我們只可以把它當成石化 蓋化 還有一些有機物 譬如法老王的遺體 它還有一些肉的組織 那些是包住了防腐的東西 這個區域 如果真的出現這種小小小小 通常在舊社會 就是剛才所說的 很殘忍 將活際包住了 就變成這樣 當然 很多UFO迷都說 它這樣T字骨形 這樣躺在這裏 這不是我們人類的骨架 沒錯 這個形狀 就不是我們人類的骨架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類 是進化了 但是在那時期 到底這一個是否人類 我們不敢肯定置 因為真的要靠科學去斷證 原因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中間這一箱 到底是脊骨 還是整個身體 如果它是人類 因為我們人類 就有一個保護肺的肋骨 是吧 然後我們後面的脊骨 其實就是一條支柱 但是在這裏發現的時候 就看不到包住那個肋骨 看不到 因為它現在這一箱 都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肋骨已經是圓筒形了 跟著是否中間 是有一條神經的脊骨 現在就是靠它自己發出來的 所謂的素描模型 但是那個模型 是很奇怪的 它是空的 即是說 這個東西是否脊骨 中間的支柱 是否就是它 所謂模型後面那一組東西 那一組東西 到底夠不夠力 支撐整個東西 因為大家眾所周知 我們為什麼可以支撐整個人類 其實我們的骨格 我們的骨格就等於一個大廈裡面的石柱 我們的骨格就等於裡面的鋼筋 那條石柱的鷹泥 其實是等於那些筋腱和肌肉 才可以支撐著它 如果你想想 如果沒有這些鷹泥在這裡 我們人類的骨格就會崩潰 即是會斷開 其實就是這樣 但這裡如果整個都是立骨 然後靠它後面的模型 那些東西 是否足夠可以撐到身體 這件事 大家又要討論一下 但我認為 就未必足夠支撐到身體 因為 只是靠這裡這麼少的東西 如果它包了肌肉 如果這個裏面是中空 它裏面是藏了心肝脾臂神 諸如此類的東西 好了 這樣便出事了 原因為什麼 因為它是垂直下來的 這麼高的蜜種 怎麼會垂直下來 你想想垂直下來是怎樣 我們人類的結構其實是很完美的 因為我們可以彎到 即是大腿 跟我們的身位 是可以成為一對 即是可以這樣合起來 做瑜伽的朋友 你想想它身體扭到多厲害 但這個怎樣扭 你想想 低一點也不行 相扭到多厲害 向這邊 哎呀 骨頭頂住 對 向後一點可以嗎 向後一點 頭太重 那就掉了 很奇怪 有些UAP的朋友 他就說 它向後跌 所以手腳 手指就特地長一點 還要三隻手指 插開 三隻 可以彎一點 這樣便可以平衡 好 這件事當它說得通 因為它的手指長 各種東西 好 來到這裡 一說到手指長 是否真的可以平衡到整個身 大家想想 它的手指長 只不過是長在前面 如果它要平衡 腦袋這麼大的東西 它是否要彎低來站 即是跟一個人普通 屈一屈膝來站 才可以平衡到 是說站在這裡平衡 還未到它走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當它有肌肉組織 它的腳可以走 它便會變成 外八字 彎彎的腳這樣走 很可愛 很可愛 外星人是否真的這樣 大家可以用你們理智思維去想一想 我不擔心 我不肯定它是這樣 不過我個人的意願 覺得外星人應該不會這樣 這樣就等於我們的星星系列 星星系列 就是這樣走著走著 然後用手爬著爬著去平衡 因為它走快一點 它會跌 所以星星走路 如果走快的時候 會用前爪 因為它比較長 會這樣抓著地 然後腳就跳著跳著走 它這個結構其實是這樣 差不多這樣 不過它整個身體 那隻腳就很長 大家想想 平衡點很奇怪 因為我們有地心吸力 除非它可以反地心吸力 它走不了 那麼便爬爬爬走 彎彎彎走 很奇怪 這個設計 我就不太認同 外星人 除非它會飛 除非它不需要走 就像電影一樣 它是T字形 原來可以懸浮 懸浮 又沒得好說 如果是懸浮 甚麼都可以 你懸浮都要說 你怎樣反到地心吸力 不是盲目 有些UFO迷 它就說 它有高科技 我們不了解 不可以足以證明它是外星人 這是靠古 說的話 有誰不懂 你說 天馬行空 甚麼都可以 是吧 好了 接著 我們繼續再分析 就是 它這塊東西 凸出來了 但是它有蛋那個 即所謂蛋 肚子裡有幾塊東西 就沒有了這塊東西 沒有了這個 我先當它胸骨 沒有了這塊東西 這是否就是男女的分別 很奇怪 沒有理由你發掘的時候 發掘到原來外星人有男女 即是有蛋那個就是女 沒有蛋那個是男 會不會是這樣 這些也是不肯定的事 不過外星人 是否真的用蛋去生外星人 這是我們人類 其實是一個執念 是我們人類角度看的執念 原因是為甚麼 有一件事我們未解決 就是到底有雞鮮 還是有蛋鮮的道理 如果有雞鮮 那蛋是怎樣來的 其實這是我們人類 到現在我們 即2023年 都未可以回答到的 因為真的不知道 是有蛋鮮還是有雞鮮 你問一下生活學家 是未回答到你的 這件事用在外星人裏 也是同一件事 沒有理由 是這麼荒誕的 即是 女的 是否自己是單性繁殖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人類的想法 因為 他是外星人 會不會用我們人類系統的想法 十居其九 十居其九 外星人是不會用我們人類的想法 有很多UFO 就說他們在地球拿資源 各種東西需要用人類的想法 這件事又是靠古 又是靠一個說的東西 去論證一個真實的東西 如果在辯論中 是不太成立 所以這件事是好玩的 這件事真是奇怪 這個胸骨有什麼問題 這個胸骨 大家可以摸下自己的頭 如果有胸骨 以這個頭的比例 便會頂住了嘴 頂住了嘴 一下去就頂住了嘴 這樣便很痛 那麼 Alien 是否這樣 是否這樣 大家 用理智去想一想 我就不太認同 Alien 是這麼笨 做這件事 因為 在我們人類的科學裏面 所有動的東西都有神經 你撼到任何東西都會痛 這些東西大家都一定是清楚的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有蛋的是女版 他說沒有這塊東西 沒有這塊東西 這樣便不會撼到 不過有隻蛋 有隻蛋在肚子上 即是怎樣 即是女的不會撼到 男的就會撼到 這樣 不太成立 不太成立 即是他們外星人 不知道是否一樣有做物主 如果他一樣有做物主 這樣設計的時候 那個Alien真是很生氣 為何做到一個男 是要撼到嘴 為何要這麼傻 頭又鬼死那麼重 走快一點 或是站在那裡 都會跌向後面 又要靠那隻爪很長 即是彎一點 塞來站 才可以平衡到 是否那麼蠢 這件事 我覺得 如果外星人有做物主 應該不會做些蠢的事 應該不會吧 好 接著是骨 爪 其實在這件事 有很多UFO UAP 其實都用一個 即是他們的角度 就說這些骨 博錯了 有時很多穿崩位 手指骨博錯了 我不在現場看 只是看一張圖 就不可以下定論 因為我未親手摸過那件事 好了 如果 它真的這樣長 手指那麼長 其實 如果它是模仿我們人類 或是跟我們人類差不多 其實我們人類裏面 有一種叫做 馬克士症 類似這種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類似這種名字 其實 有時在人類裏面 尤其是古代社會 有些人患了這種症 這種症也是一些 進化病或遺傳病的東西 它的手指是特長 特長 有些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症出現的時候 它會有很多東西很長 尤其是手腳很長 接下來據記載 在人類裏面 亦都有人工做到這樣 例如 譬如 我們中國也有 中國裏面 有一些長頸軸 那些長頸軸是什麽呢 它會不斷加鐵圈上去 令到它們的頸長 一直長 長到很長 大家看到 但當它長得那麼長 不能再生長 不能再長 當它一脫掉鐵圈 頸就沒有力 因為肌肉組織不夠力 承托頭 會彎下來 它便會死 所以那些銅圈 鐵圈那樣 它一輩子是要帶著它 這是以前的部落 或者種族 或者民族 他認為這東西漂亮 但沒有理解 因為每個民族 對漂亮的定義 未必跟我們現代人一樣 他認為那些是漂亮 亦有些民族 特意剖開鼻子 塞兩塊木 在鼻孔 特意鋸開它 塞兩塊木 所以塞兩塊木 有些是木 有些是諸如此類的東西 反起它便會看到 有兩塊木 這些東西 如果對我們現代人來說 便會覺得 哇 大佬 是不是這麼醜 但它的部落便要做這些東西 這東西 其實可以人為 它仁為是甚麼呢 我要說少少提外歷史的東西 因為在它發現的這個地方 它以前就是印加的帝國 印加帝國裡 它很喜歡祭祀神明 尤其是它發現這個地方 是處於環太平洋的地震帶 即是智利那邊 這裡經常會地震 因為這邊就是環太平洋 即是美洲在這裡 在鏡頭前面可能是調轉了 總之就是南美洲在這裡 然後這一邊就是環太平洋 這一邊就是大西洋 環太平洋的地震帶 經常震帶 即是智利那邊經常震帶 但當它震帶的時候 這一邊的太平洋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板法壓力 就會向智利那邊 即是環太平洋那邊推 大西洋這邊這樣推過去的時候 就變成兩邊 現在我們的科學角度很簡單 就是板法運動 有少許板法運動 都可以造成很大傷害 安帝斯沙脈其實都是這樣穀起 那裡經常處於地震帶 但是在古代社會 逢有災禍的地方 他們就建了很多廟 建了很多製字用的金字塔 其實那些不是很神化的東西 是真的他們認為神明 去庇佑這個地方 即是減低傷亡 減低章難 在這寺廟裏做事的人很嚴格 在人家帝國裏面 他只可以用一些同精的女 即是幾歲大 即是以前的人類 不是我們現在的長壽界 以前的人類 他們的壽中淨寢的年齡 其實是大概五十歲左右 你五十歲左右 倒下來的人生 其實對比我們現在的人類很短 學校很短 他根本上出生後 剛才懂得走多久 即是以前 大概四歲左右 甚至乎三至五歲左右 這個時期 他便會去入選 即是參加選拔 小孩子便會去入寺廟工作 原因是為何 因為當小孩子入寺廟工作 在他們的舊社會 尤其是農系社會 家庭便會開始有保障 第二 家庭便會覺得很光榮 即是在部落裏面 歷史上的記載 專門避了她 因為這些童精女 據記載 其實是她會服侍一些 比較高層的人就寢 有些甚至乎國家元首 她的元首叫卡伯卡 即是第一代 之後那些就不知如何 這些童精女 她是在當時的舊社會裏面 其實是有做這些事情的 好了 她在裏面太多人士鬥爭了 有些小孩子 萬一她犯了錯 不知道 因為那個是那個時期 我不是那個時期的人 但現在照推算 萬一她犯了錯 那這些童精女 是否有懲罰呢 答案是 是的 因為這些童精女 一犯了錯 她就被普通的人 懲罰加大很多的刑罰 因為她是入神社裏做事的人 是吧 當她犯錯的時候 就在舊社會裏面 就說她侮辱神明 嘩 這條罪真是大到 很恐怖 分分鐘 好像以前的極權地方 豬連狗族都可以 她犯了什麼錯 不知道 因為我未見到 現在肯定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如果這些童精女犯了錯 喂 大佬 一個生物 她不是每個都可以 整世保持童精 尤其是有時生物的進化 她真的要繁殖的時候 喂 她會做很多事出來 不知道 因為古代 很多黑歷史掩蓋了這些過程 就不特地在歷史裏面 抹掉它 但是 大家理智點去想一想 分析 是真的這樣的 當她犯錯的時候 她就會面對一個極形 極形有很多東西 第一 有些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手撩腳撩 手撩腳撩是古代裡常用的 在這個印加帝國裡 隨時會用一些石 即是磨完那些 掛了手 不知道 因為這個太殘酷了 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掛了東西在手上 掛了東西在腳上 如果她是極形的話 綁起她 綁起她 這個就是極形 其中一件事 在黑歷史 我們人類黑歷史裏面也存在 就聚著她 聚著她 整個人 這件事 也可以導致她這樣 因為她不是馬上死 她們的極形 不是馬上處死她 通常 但違背神明的說話 或者是侮辱神明的罪 在古代很大 她會慢慢折磨到她死 這是其中一個事情 如果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她也可以導致她 手長腳長 這是一個推斷 我不在那個年代 也沒有什麼歷史學家 是我的背景去支撐 現在是一個推論 大家又可以討論一下 這件事 到底是否這樣 這個 大家當是一個分享 好了 剛才所說的大頭症 即她被譽為魔鬼降臨 又是受到一些很殘忍的對待 如果那些同精女 進去做事那些 如果被人欺負 或被人誣蔑 屈她的罪 甚至乎她自己做錯事 她自己做錯事 她一樣是受到懲罰 這樣就很大件事 這些人為的事 也隨時導致她這樣 隨時導致這樣 因為如果手長腳長 可以用剛才的方法 不知道 因為我不在現場看到 現在是推斷的 因為在人類黑歷史中 真的有極權的人做過這些事 然後身體為何會這麼小 也相對上能解釋到 如果她真的進化上有缺陷 也有機會導致這樣 因為這是很多年前的產品 不知道是怎樣 但其中一種極型 或是當時的社會 也認為有一種美感 將它全身全包實 因為那些同精女 可能進入內要很嚴謹的事 現在歷史上沒有記載 但照推論 如果這副骨架是這樣的 如果人為 而不是天然產生 也有機會將它全包實 令它發育的時候 不能夠立骨擴張 都可以導致它整條 就像你的水果 你做一個心形 讓它發育成一個心形 人類是一樣的 它就發育成這樣一條 這亦有可能 有可能的 這個外星人整個架構 大約分析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 試試PM 留言 留言在下面 我會看到 如果大家想我多分享些東西 這個真是很有趣的題目 我會爭取時間去拍片 放上網一起去討論一下 因為做一條片是要時間的 在這裡希望各位看這條片 就看得很愉快 我看看我今晚左右 看看可不可以 不如現在說完 不要今晚 這條片是一個很重要的 或者是破綻的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這位發現者 他有些問題 這位發現者 我看不到關乎無穴 或者亂葬江 或者埋葬動物 甚至人類的地方 挖掘 其實大部份 都有一些工人 譬如 如果想挖掘無穴的人 他首先會考究 根據歷史是這個方位 然後量度 現在現今科技 就會用超聲波或升力 甚至有很多東西 去探測它 甚至是一些光線 去探測它 裡面有一個動穴 裡面似乎有很多東西 你想想一個發現者 是不會自己探測這些東西 通常都是請人 請一大班人 即挖掘的勞工 因為他們的行業 就會有這些人的存在 通常都是這樣去挖 如果是一個人去挖 挖到何時才挖得到呢 最奇怪的是 這個所謂的聽證會 很奇怪的是 沒有這些人出來作證 你挖這個地方 有很多人 現今的科技 可能隨時抗場 有推土機 你一推 那司機呢 司機去了哪裡 發現司機去了哪裡 通常都不是想去挖那個人 挖這個東西出來的金主 通常都不是這個金主發現 通常都是挖掘者發現 老闆這裡挖到有個Alien在這裡 那老闆就拿了功勞 通常都是這樣 但聽證會沒有這些人做證人 為什麼呢 很奇怪 這件事很奇怪 好 接著第二件事 就是 我開頭的時候已經說過 當一塊東西 一塊東西 埋在地上之後 你挖上來 是不會這樣的 這是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 他沒有解釋過 我覺得很欠缺了現實的科學 好像把模型等在這裡 那麼特別 接下來 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經常強調 用碳14去證實這塊東西 就是一千… 開頭報導的時候 就說七八年前 接著不知為什麼 傳媒就說一千年前 接著有些美媒那些 就不知是否被這個發言者干擾了 還要說一千八八年前 咦 那是誰真 即是你碳14 這件事 它有一份報告出來 那份報告它從頭到尾都沒有等出來 喂 大佬 這件事 不可能 譬如大家 去做一份驗診報告 它裏面也有份禮物出來 但它沒有真正等那份報告出來 因為這份報告一等出來的時候 就是證據 你無法離開 你無法離開 因為這份報告一定是 它當地的化驗室、醫院、實驗室 諸如此類 證實了 那它要揹飛 是的 除了它是假的 如果它是真的 它一定是等了出來 等了出來 好了 如果它等了這份發言報告出來 如果它證實了它是Alien 是真的 就回到這段影片的開頭 它當時發現的地方 秘魯的國防部 一定是做事的 一定是如臨大敵 整隊軍隊、醫療隊 全部都去它 這件事是不會露出來的 因為這件事在幾年前 發現者已經發現了 但那時候 它閃閃縮縮縮 不說什麼 有你去考古 但當時 我們喜歡這些不明的人 一看就已經知道它很有問題 原因是 如果你是真的話 第一 你有證據 你不怕等出來 第二 為何秘魯這個國家 國安部沒有做事 那就 實居其口證明它是假的 還有一件事 如果它真的發現 外星人 不只是秘魯的國防部做事 是全世界的國防部都要做事 為何 這是關乎全球的安危 所以國防部一定是啟動的 如果國防部沒有啟動 十居其九都是假的 還有它這麼大魚大魚大魚 拿出來的話 我都不敢說 它在做什麼 我只是覺得 好像一個精神病患者在說話 又或者一個腦退化的人在說話 即將對的事變錯的事變對 然後 剛才講了幾個 講到碳十四 最矛盾的是 它說用碳十四去做年齡鑑證 大家在網上看看 碳十四去做年齡鑑證的時候 是怎樣去做的呢 其實這件事在我們的UFO 即是喜歡研究它 或者喜歡看這些東西的人 未知 即是我們有好奇心 但我們不是去到盲目 碳十四 如果你是檢測到年份的話 其實 有一件事已經是互相矛盾了 碳十四之所以可以研究到 它在地球上生存了幾多年 是因為碳十四 是存在在地球裡面幾多年 比如五萬年前 太陽 氧化碳 接著 落棵樹 接著 有一隻羊 舉例 有個長頸鹿 羊是不吃樹的 長頸鹿吃了樹葉 接著 它死了 接著碳十四才會 留在長頸鹿的體內 即是說 如果你是研究到 透過碳十四證實 它在地球是幾多年 其實它就是要吃地球的生物 或者是吃地球的植物 應該這樣說 這樣才可以驗到它是幾多年 它即是說它是地球的生物 而不是Alien 有些UFO迷就說 它是外星來的生物 它一樣可以吃地球的食物 吃地球的食物 這件事就很牽強 原因為何呢 如果Alien要吃地球的有機物 首先我們要了解到 它怎樣去消化這個有機物 因為這條片已經很長 這件事大家在網上看看 我們人類的消化系統是甚麼 動物的消化系統是甚麼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 在我們有機的生物裏面 分泌一些物質出來 我們人類就是胃酸 融掉它 然後就送去十二指腸做吸收 然後到大腸排出 就是這樣簡單 好 其他動物呢 牛呢 原來它是收藏在幾個胃裏面 接著要鮮化的時候 即是要鮮的時候 出來又鮮幾隻 再吞到胃裏面 但它吞下去的時候 它的胃裏面 已經是有一個酵素出來 跟我們的胃酸差不多 就已經是將那些草鑽化 這樣東西才由這樣鑽化 才可以變成葡萄糖或者是單糖 才給有機物去吸收 即是我們動物去變成能源 Alien應該都是這樣 如果它所說的Alien應該都是這樣 它其實就是地球的生物 什麼Alien 什麼幾多光年過來 它仍然都是要吃地球的東西 又用這個系統去鑽化的時候 它怎麼會是Alien呢 它只不過是一個地球生物 現實裏面是這樣 因為它的破綻就是 它用碳14去驗這塊東西 但它沒有說到碳14 是用來驗身體黏著的東西 因為黏著的東西 有機會是當年的礦物質 有機會是隔壁那裏有隻老鼠死了 不出奇 那隻老鼠融入它現在的礦物質的融合體 不出奇 這些就是在科學界或生物界 這些就是污染 單體污染 即是這塊東西的污染 這塊東西的污染 以上幾樣東西已經很流糊 你再說下去 破綻百出 原因就是由頭到尾 就是這位所謂的發現者 它從頭到尾都沒有認真地說到這塊東西 是真正的外星人 多少光年來 它從頭到尾沒有說 只不過是輕輕拉過 接著轉移至視線 如果你是真的話就不會這樣 但我們於一封迷 又說回兩頭 這句話就好像說了等於沒有說 任何我們未證實的東西都是推斷 不過我們真的要理智去分析 到底它是真還是假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不過這段影片真的太長了 我先拍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我少許的分享 因為我接下來都會錄製一些電影的分享心得 歌曲的分享心得 可能如果這些 各位朋友喜歡看的話 我又一起去研究和分享都可以 不過我首先都想做電影那邊 如果很想看或者很想分享 或者我盡量去抽那個時間去講一下 講多一點這些無靈兩可的分享 之類之類的 或者我心得的分享 好了 希望大家開心 因為這件事真是很棒 大家一起去研究下去 和開心心地去看UFO的東西 因為我們人類是一個探索未來也好 或者是一個發洩也好 或者是一個抒情的東西也好 因為我們探索未來始終都要靠這些動力 不能死故故 但是UFO千萬不要迷信 如果沒有了科學精神去否釋它 很容易變成迷信 也很容易變成一些既得利益者 好 下一條影片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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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